这小猫现在吃的挺快的 人的这个猫粮的话 一共是多少克的 一共是750克的 快没了 就放到这里 小猫吃 一边吃一边可以喝点水 吃的挺好的 今天的天气是十二晴天 十二阴天 十二下雨 反正凉气还是挺大的 看到我家这个绿油油的草地 感觉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 看这是什么 这个是肉泥 上次买的 结果星期六同时没来 给它画中 现在我要去超市 去买两包那种沙拉的那种菜 青菜可以放在里头 今天晚上打算包包 包饺子不是包饺子 我老公今天从出差回来 正好给他吃一次饺子 好久没包饺子了 让他尝个鲜 现在就要出发 今天的天气已十二好十二坏 你看 赶紧走吧 去买菜已经五点多了 我一出门看见这只猫在这呢 猫猫猫 看着我呢 刚才我一出门把他吓跑了 他在吃东西 猫粮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走了 拜拜 要买了样的小青菜 没有了 连大白菜都没有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怎么办 没有青菜 在这边看到了 有机的 一块四毛九 那就拿一块四毛九 大家好 我是方姐 一个西芽 芽西的女人 不要以为我这个牙 哎 还是个特色呢 你们想有还没有呢 是不是 对吧 今天呢 我要给我老公做一个 就是饺子给他吃 因为他毕竟出差回来了嘛 今年也就出差一两趟 给他一个欢迎仪式 包一个饺子给他尝一尝 这里头已经有肉啊 还有生姜和葱都已经切成沫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烧热锅 烧油 油烧好了 看一看 这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 这样子炸出来的比较香 知道吧 饺子剂子已经弄好了 16个 今天 估计还不够吃啊 看看这是啥 就是馅儿呗 里头有猪肉 生姜葱 放了鸡精 盐 油 蚝油 酱油 鸡蛋 就OK了 准备开始 擀脚皮 现在开始包饺子了 看我这个 我这个擀脚皮啊 在东北待过 也没有学会一个手擀脚皮的 还是两个手 好在饺子包的不多 只望包的多了 腊子呢 饺子大啊 饺子大啊 馅儿也多呀 好吃啊 看这么多的馅儿 像上次啊 我买的 就是我去摘的那个野韭菜 我们家他不吃韭菜 所以呢 本来要是他吃韭菜的话 我能给他包一点韭菜盒子啥的 人家不吃 所以后来 你看这个饺子 挺大的吧 这里怎么开来了 大不大 这么大一个 吃了一口嚼的才有劲儿的 看已经包了三个了 这个怎么有点捏不紧似的 这样捏紧一点 看 嚼得挺大的 我家这个还挺好的 就当这个像切菜板似的 是不是挺好 但是不能用刀啊 我是用了这种 这个 我老公做面包用的东西 被我借来用一用 也挺好的嘛 大饺子包好了 然后呢 还有剩下的这么多的馅儿呢 看一看 这么多的馅儿 然后呢 我就买了 上次买的这个 就是做披萨用的那个嘛 我来给他蒸包子用 看这几个包子包的像鬼了 下面也是 是怎么的 有点捏不住啊 这个时间长了 然后他就有点黏 太黏太黏了 盖上锅盖上它蒸去吧 好吃就行呗 嘿嘿 外表无所谓了 看我正在蒸馒头呢 这小猫又过来吃了 你看嘴巴甜甜的 吃吧吃吧 没人受你啊 哎呦 还不好意思吃呢 现在终于吃了 不是很饿 这里的猫都是家猫 它不是很饿 有还看看我呢 来来来 害怕吗 还是咋的呀 好了不看你吃了行吗 妈呀 有一只猫要过来 你看你看 这只猫平时来吃的 那只猫看见它 想要干脏了 妈呀 我家现在变成小猫的家了 看 凶得不得了呢 你给人家吃吃人咋的呀 你都吃人家的呢 木送它走了 另外一个猫 被它吓跑了 烤的时间到了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真的这个包子 锅里姑妈全部开起来了 你看 怎么回事呢 黏不住啊 没办法 不过 发的还挺好的 你看这个 是吧 就这么地吧 下面的这一层还好一点 是吧 你看 现在正好用这个蒸的这个水啊 烧开了之后就可以 就可以下饺子了 我们家鬼子回来了 现在饺子出锅了 热特蒸的饺子 看看 是不是很好 光果 有那个大漏勺 看 我这个饺子好大呀 看着这么大 漏勺就是好 哇塞 16个饺子 满满当当 一盆 饺子汤 等会再喝一喝 原汤化原石嘛 看 这么多的饺子 哇塞 开吃开吃老公吃饭了 吃饭了吃饭了 我们刚要吃饭的时候 我老公看见 又另外一只猫又来吃了 另外一只猫 这是一只新猫 妈呀 你看他吃的跟个贼子的 跑了 哎呦我的妈呀 我不说你啊 我这个妈他吓跑了 我过来吧 我过来吧 胆子太小了 听妈说帅 好不好好不好 不说你了 咱们吃饭吧 看我来吃一口这个饺子 嗯 现在皮厚 因为今天饺子皮比较硬 看 一大头肉 现在是我们家的 坏蛋开始准备了 你妈呀 他也喜欢吃 嗯 这是所有的 谢谢啊 他喜欢吃酱油 换了个武器 他用叉子和刀 今天这个饺子很大 大饺子 再加两个 一共吃三个 因为饺子太大了 他今天中午吃饭了 所以不吃多了 晚上 因为这个是面皮 它是死面的嘛 容易不消化 还是最好不要多吃 像我们这种味动力好的人 多吃一点 没有关系 看我老公这种新吃法 把搓一个洞 然后把酱油灌在里头去 一个洞 你好恐怖啊 今天头还是有点疼 我觉得要喝点啤酒放松一下子 我老公说喝 呵呵 那我就喝 看我倒这个 泡沫太多了 我喝的这个杯子 其实是我老公的 这个杯子 这个酒杯 看是吧 也罗 J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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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ver是英语 Jever是德语 Jever 看 10点钟才睡 然后今天睡到10点钟 这样9点多钟就醒了 所以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 可能是生理周期吧 因为最近姨妈嘛 姨妈来 所以呢 也有一点那个原因 哎呀 我本来就有点偏头痛 所以呢 但是偏头痛 这两年发作的时间的话 就是比 没有那么频繁 现在就是昨天比较严重 哎呀 严重的就是 上午的时候都还好 下午也还好 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坐在那 就整个脑袋 特别特别的硬 然后又沉得不得了 啊 我说真的是 感觉快死快了 感觉我 因为昨天我老公又不在家 哎呀 你说啥啥叫都没有人 今天我老公还回来了 刚才叫他给我按摩了一下 因为可能是这个地方 睡觉的时候压住了 不通 所以让他揉一揉 通一通 就好一点 今天呢 我老公在家还好一点 哎呀 等会实在不行 再让他按摩一次 有人使唤了 感觉还挺好的啊 是吧 有人倾诉 也是挺好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要喝点小酒 看看能不能缓解我的头痛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赞和 给我留言嘛 对不对 好了 咱们明天见吧 方姐在这里等你们 咱们天天见 拜拜